工廠警鄰大座发生爆炸 员工从厂区内逃出 一群人把腿就往外冲 就怕会被爆炸的威力波及 荒乱逃出 却有100多人困在火场 平等科技产业园区内 明洋国际科技公司发生火灾 从警鄰响起到爆炸 有将近30分钟的时间 一间上柜具规模的公司 应该要有完整的SOP 为何都过了半小时 还无法完全疏散厂区人员 其中是否有疏漏 消防局长徐梅雪透露 警报器竟然在爆炸前一刻才响起 正常来说当真烟真温异常 就会启动警报 这时厂方消防应变小组 就应依规定启动 部分人留在现场查看 而最重要的则是启动员工疏散 到场外点名 如今依伤亡以及失联的状况研判 当时恐怕没有落实人员疏散 工厂平时依法设置的 防火管理人角色 在明洋这一次爆炸 似乎是虚舍 根据立法院预算中心的资料显示 2022年消防人员训练总次数 相较2020年减少了27% 而全国更是有9个县市 连续4年以上 没有举办防灾室训练 其中也包含这次发生大火的屏东县 已经通报119前来支援 却没有立刻疏散场区内的员工 导致许多人逃难过程中受重伤 甚至有警销员工因此而葬身火场 明洋国际难辞其咎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